这位网友叫哈九华桑麻 他说在剑桥遇到的扔邪事件 您事先预想过会有类似的事发生吗 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有没有想过是危险点啊 这次在欧洲访问是一次信心之语 我以为整个访问是成功的 但是最后在剑桥演讲 所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当会场出现喧哗 以至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表现的应该说还是十分震静 也有些网友或者说境外的媒体提出 是不是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 我知道这里当中也有好许多好心的朋友 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要维护 是要维护国家的尊严 人的尊严 要维护中国和英国的尊严 要把演讲继续下去 而不受干扰 这就是我个人的风格 至于那天的会场 大家不身临其境可能不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音乐厅 灯光都聚焦在佛的眼睛上 我看下边是黑的 我确实不知道 人看来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 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说 即使是危险的事情 我也不会动一腹一腹 也许有人问说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还怎么处理 我会告诉大家 我还会这样处理 我也可以跟总理汇报 就是当时 这些事件发生之后 网上是对您 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总理 有着这样风范的总理 是一片较好 一片较好生 而且我们大家都为 有这样的总理 感到骄傲